由于现在医疗技术进步 人类的收铭越来越长了 全球许多国家也都已经迈入高龄化社会 在东亚国家中 日本社会的高龄化尤其明显 不过现在日本政府正在演绎 要将老年人的定义 从65岁提高到75岁 不过有人是持保留的态度 如果提高老年人的年龄标准 那么就有可能会影响到 企业订定退休年龄的标准 那岂不是我们就是要工作到更老 才能退休领到养老金 但是有些人就认为 如果把老年人的定义设在75岁 可以让想要继续工作的人 可以留在职场 不会被现阶段的退休年龄而限制 也就可以解决日本社会 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的确现在在日本正面临 年轻劳动人口加速减少 老年人口不断增加的状况 有些人就认为 银法族们可以成为解决缺工问题的关键 其实不少人虽然已经六七十岁了 身体还是很硬朗 他们可能就会找点事情来做 像是在日本就有超过五万名的银法族 他们都注册了打零工的手机应用程式 他们可以利用这些打工机会 灵活安排一些工作时间 不仅增加收入 也应付生活的支出 也能保持和社会的互动联系 像是有一位住在东京的70岁富人 她丈夫过世之后就一人独居 每个月可以领到退休金 不过她也是为每周都有几天 出去做早厕所的工作 她的同事也大多是70岁以上的人 这些银法族选择打零工的原因 可能是想要赚生活费 或是继续劳动 维持健康的身体 也有人单纯就是不想要浪费时间 不过不管原因是什么 保持与社会的联系可以避免心理上与社会疏远 也能让心智保持灵活健康 以上就是这节的环宇大话题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